大家好,我是基德 欢迎注册成为宇宙公民 这是宇宙中随处可见的星际云 美轮美奂,向神的居所 在今天的新手引导中 你将附身创世神 在极其珍贵的五分钟里 直接感受宇宙的美 星际云的美 无法用凡人的语言表达 因为它的物质构成充满神性 其中90%是氢元素 主要来自于宇宙诞生初期的简单粒子 剩下的10%是氦阳带 来自于死亡恒星的古老残骸 这些物质在漫长的时间里相遇 碰撞、吸引 最后聚在一起形成星际云 一缩光要花费上百年 才能穿越星际云 而它的质量又像几百万个太阳那么大 其中物质最致密的部分是云合 云合内分子密集 处于微妙的平衡 但一旦有大型天体引力 发生不稳定的变化 或者两团星际云相撞 平衡就可能被打破 引发云合探索 在引力作用下 云合探索将越来越快 密度不断提高 温度不断产生直至饱和 云合化为强宝 新的星体生命被孕育出来 圆恒星诞生 圆恒星像个婴儿一样一边自转 一边快速吸击 身边星际云母星的遗体 它的头角在压力种下 喷射出大量气体 于是 圆恒星周围的星际云 要么被吸击 要么被喷流吹走 等到细无可惜 圆恒星将停止生长 成为质量增加数倍的 主序前行 宇宙生活如逆旅 不进则退 主序前行在引力作用下 被迫反向收缩 核心压力越来越大 直到弦崩断了那一天 热核聚变反应发生 就像无数颗氢弹在你的心脏爆炸 释放无限能量 接下来 整个主序前行将被彻底点亮 并永远燃烧 神性的太阳风辐射出去 把黑暗深渊中沉沦一年的行星群 纳入它的神域 此时 行星上的凡人知道 一颗崭新的 真正的恒星 就此诞生 恒星诞生释放的能量 将诱发星际云中 其他云核接连探索 一颗又一颗云核死去 一颗又一颗恒星被孕育 甚至一些庞大的云核 将分裂成好几个恒星 同时进化 这些多胞胎恒星 我们称之为星团 终于 在宇宙黑暗的幕布上 满天反星被逐一点亮 这就是创世神的伟力 但是 还欠缺一些颜色 大质量的恒星 热核聚变反应剧烈 它不知疲倦地释放能量 引起时空的扭曲 温度将达到25000K到4000K 携带这种级别能量的光线 波长很短 在凡人看来 恒星散发着 妖异的蓝色光芒 相反 那些质量小的恒星 能量释放慢 表面温度只有2500到5000K 在凡人看来 它们反而散发着 炙烈的红色光芒 除此之外 还有以太阳为代表 不大不小的黄矮星 以及迈入晚年的小恒星 白矮星 现在 宇宙中有了闪光的颜色 但是 它们似乎还欠缺一些背景 这是距离地球5000光年的人马 座交互星云 这是距离地球1500光年的 猎户座猎户星云 这些星云里 不断孕育的恒星 释放出高能星光 从而电离星云中的 氢 氦 硅 氧 等元素 造就了发射星云 绚烂的五光石色 而这是围绕金牛座M457 姐妹星团的反射星云 通过反射和散射 小质量恒星的星光 而拥有颜色 这是猎户座内的码头星云 浓密的尘埃 遮挡住更远处的光 从而勾画出这个 十分有特色的码头轮廓 云和坍缩 恒星诞生 用热核聚变 制造光和色彩 这就是星际云 宇宙中最美的景色 在2020年的地球 城市里的人形生物 就算是在晴朗的晚上 也无法见到星空 人类无比渴望拥有它 便企图使用一种 名为科学的手段 重塑星河 人类发现 最适合表现星河之美的地球物质 是多变的晶体 这是罗马尼亚的柠檬矿 像盛开的樱花 来自美国的蓝帆 有点深海的味道 加拿大的班采罗 五光十色 印度的蓝针水晶球 马达加斯加的权杖紫水晶 是静谜的暗夜 1912年 德国科学家劳厄 发现晶体对于X射线的颜色现象 从而促使人类在微观上 搞懂了晶体为什么这么美 这样规则对称的几何构型 一步步累积构成的宏观结构 又怎么可能不美呢 于是 仰慕星空的人类 决定偷窃大自然的几何能力 进而掌握晶体的奥秘 这是溶液结晶工艺 通过冷却和溶剂蒸发 让过宝和溶液中 多余的溶质自然吸出 实现物质分离 制造晶体 作为最普遍和成熟的结晶法 它除了让幼年期的人类 在课堂上体验到化学的美妙 还可以给当代艺术家提供创作灵感 伦敦南部的一间废弃公寓 被杠整体封闭起来 然后灌入数万升60度的 过宝和硫酸酮溶液 一个多月后 降到30度的残留溶液被抽出 等入口被切开后 你可以看见硫酸酮晶体 沿着墙壁 天花板 浴室 甚至吊灯 疯狂生长 完美地铺满了整间房子 做到了其他手段 很难做到的艺术效果 题外话 这间房子后来吸引到很多人类参观 国内旅游景点建议参考学习 星河世界群星璀璨 如梦似幻 晶体世界严谨奇妙 不似人间 如果用晶体去打造星河美感 绝对称得上天作之河 OPPO是正在这个方向上 努力的一家手机厂商 他们试图为自己最新的Reno 5 Pro 打造星河入梦的感觉 他们一开始计划 用晶体多面反射 打造碎光效果 模拟繁星 这是正确思路 但对于手机贝壳 这样的特殊载体 其实并不容易 溶液结晶法 可以轻松在玻璃上结晶 但是什么样的晶体形状 能有最自然的闪光效果 什么温度 什么浓度 什么入液角度 入液多长时间 才能让玻璃表面的结晶生长均匀 精心一致 这样的工艺 并没有前人走好的路可拿来用 需要OPPO自己做实验 OPPO在30多种配方中 确定使用六方晶体做反射面 在数十种玻璃中测了几个月 筛选出含特殊比例 每假元素的玻璃 作为精种供结晶生长 又花了三个月 做了30多次的配方优化 确定了最佳溶液浓度 还有100多次的温度调整 200多次的玻璃入液角度调整 入液时间调整 最终 在这块特殊的AG抹杀玻璃上 实现了完美的碎光效果 为了让这块AG玻璃 还能兼具星云的多彩变化 我觉得OPPO很可能是从 同样五光实色的半彩罗上 受到了启发 半彩罗的身体表面 有一层纹石晶体 对光线进行演射和干涉 让六方晋体反射的附色光 色散出多种色彩 OPPO经过研究 使用成百上千层竖纸膜 叠加拉伸 进而形成薄薄一层反光层 进行色散 做到了同样的效果 OPPO继续通过喷涂底色 增加UV纹理 覆盖镀音金属反光层等工艺 成功打造出了一片 让色彩随角度变换的 星云抹片 或许你见过这样的碎光效果 或许你见过这样 绚理多变的色彩 但是OPPO将碎光一起剥离 和星云抹片 合二为一的那一瞬间 真正璀璨又莫测的美感 才终于显现 这就是OPPO Reno5 Pro的主打 星河入梦配色 这是Reno4 Pro后盖的禁体结构 这是Reno5 Pro的 它明显更规则了 建议下一步直接做钻石 OPPO的浪漫 不仅是为你打造一部手机 还有送你一场凡人不可言说的 如梦四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